每年北京開兩會的時候總會有特發事件發生的 今年的特發事件就發生在一群香港記者身上 話說香港的社運人士楊康趁三百婦女節 去到劉曉波太太樓下的家去探望她 有一群香港記者跟著她去採訪 怎知在採訪期間有幾個不知名人士出來為偶記者 有攝影師被打傷了 我有份去到那裏採訪 其實氣氛最初都沒甚麼特別 只不過楊康被幾個保安員阻止進入屋院 大家爭拗 討論為甚麼 突然之間有幾個穿便衣的大汗從屋院衝出來 不斷地渴罵記者 推撞記者 最後有行家被為偶和哭頸 最後有行家額頭受傷 有行家的眼鏡被打爛 攝影機被打爛 我們只可以報警處理 其實現在在北京有一群港區人大代表 和政協委員正在開會 都有記者即察問她們 會怎樣跟進香港記者被打的事件 但無論如何 我覺得打人是一個很不文明的行動 我們一定要譴責 亦希望公安能夠撤查哪些人 我想如果我們香港的記者是合法地去採訪的話 我們應該是受到有保障 所以我相信有關單位真的要去查 我就跟特區政府駐京辦聯絡了 希望在他們的渠道是會跟進這件事件 我會在明天在人大小組的討論 我會拿出來討論和發言 以人大委員身份的意見或發言 有關的部位應該一定要回應 我想我經常都說 希望得到一個水落石出 其實香港記者在內地採訪 被阻撓或者粗暴對待 以前都發生過 不過在北京發生可以說是非常之少見 畢竟這裏都是中央直接管轄的地方 都要顧一下形象 好像之前我這裏也採訪過維權人士趙連海 雖然都有被阻撓 但就沒有試過好像這次被追打 那麼粗暴那麼嚴重 其實香港的傳媒團體 一直有向全國記者協會 和港澳辦投訴 希望有關當局保障香港記者 在內地合法採訪的權利 但這些訴討和投訴 往往都是不了了一點 甚至有些在內地負責宣傳的部門 亦都會埋怨香港記者 覺得香港記者經常搞事 而聽話不合作 其實記者的職責所在 知道哪裏有新聞發生就會去 只要大家文明一些 講法治講道理 不要推推撞撞動手動腳 就不會發生這些不愉快的事件 請回答 請回答 請回答